为什么卓卫林被称为喜剧大师呢 绝对不是因为他演的着啊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直被模仿 从未被超越 就比如这个画面 大海中航行的船 甲板上晕船的人 再看看这个趴在船边蹬腿的人 你肯定认为他晕船呕吐了 但当他转身的时候 你就发现 他在钓鱼 用观众下意识的想法 制造反转 达到喜剧的效果 这种办法 到现在仍在使用 今天这部电影要移民 原片其实是黑白的 但 科技改变生活吗 故事发生在去往美国的轮船上 当时大多数人为了生活 都选择移民去美国 查理也是其中之一 但船晃得非常厉害 大家伙都晕船了 而查理 靠着独特的走位 愣是没晕 据说这种画面 是把摄像机固定在类似于钟摆的设备上 所以 演员们其实在平地上 全靠演技呀 但这选音感确实真实啊 看多了我都在晕船 那很快就到了吃饭时间 安娜为了照顾病重的母亲 错过了抢座的时间 但查理对他一言钟情 非常深思的就把座位让给了他 临走的时候还依依不舍 甚至都想好了两个人的孩子叫什么名 闲着无聊 他和几个毒鬼混到了一块 运气不错 赢光了毒鬼们所有的钱 一旁的大胡的书记眼了 妈妈咧咧的就走了 随后他就发现 安娜妈妈的脖子上挂着一个钱包 偷走了所有的钱后 他又回到了赌桌 不过这一次 改玩铺铺牌了 但查理根本不怕 人家赢钱根本不是靠运气 而是靠技术 朴实无华的技术 查理知道 大胡子肯定输 怕他反悔呀 就让他把枪也压上 不出意外 查理赢走了所有的钱 而大胡子 果然反悔了 不过好在 查理有枪 安娜发现母亲的钱包被偷了 里面可是母亲要看病的钱 得知一切的查理 决定取了一封做好事 掏出了所有的钱 但直接给吧 又怕他不接受 于是 他就偷偷把钱塞进了安娜的口袋 但一想自己就没钱了 又把钱掏了出来 拿出来一张留给了自己 又放了回去 船长看到了经过 认为他是个小偷 安娜温生赶来 发现了兜里的钱 他告诉船长 这是误会 他想把钱还给查理 但查理非常绅士 很快 船就到美国了 这是自由女神像第 次出现在荧幕中 但讽刺的是 接下来 他们就被粗暴的围了起来 仿佛失去了自由一般 船长开始检查船票 因为目的地不同 安娜和查理就在这里告别了 由于把钱都给了安娜 查理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 好在他在街上捡到了一枚硬币 这足够和饱餐一顿了 他掐了下自己 确定不是在做梦 转身就走进了旁边的餐馆 凶神恶煞的服务员 示意他把帽子脱下来 查理也不知道 美国吃饭不让戴帽子呀 气的服务员直接上手了 查理觉得面子上挂不住 一番试探后 还是被服务员给吓住了 由于只有一枚硬币 他只要了一盘豆子 一杯咖啡 和一个大面包 而查理吃饭的方式让旁边的客人 直接是受不了了 就在大口吃豆的时候 一抬头他就发现 安娜坐在旁边 查理兴奋不已 把他给请了过来 但很快笑容就被悲伤替代了 安娜手中的黑边手卷 代表了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 得知安娜花光了所有积蓄 查理非常大方 给他也要了一盘豆子 而就在这个时候 邻族的客人少付了一分钱 结果 整个餐厅的人都来了 少付一分钱就被打成了这样 查理吓坏了 赶紧伸手刷刷自己的钱够不够 还好够用 但是马上他就傻眼了 因为刚解来的硬币 不见了 看了打完人回来的服务员 查理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但看到凶神恶杀的服务员后 他马上就认怂了 服务员拿出账单让他买单 查理没办法 只能让服务员给安娜来杯咖啡 延缓一下自己挨打的时间 就在这个时候 这下查理可就放心了 立刻就让服务员结账 结果服务员一拿硬币 觉得这份量有点不对 查理被吓得浑身发软 拎都拎不起来 没办法 他只能再用火冰之际 让服务员给自己来杯咖啡 隔壁的一个胖子看到了查理 突然显得非常兴奋 查理感觉奇怪 也拿起望远镜打亮胖子 这时候胖子过来了 原来他是一个画家 他觉得查理的外形很独特 想让他当模特 这时候服务员又来吹单了 画家健壮就要帮查理复杖 但查理也好面的 就形式假装拒绝他几次 但死要面的活受罪 画家一看他这么坚持 那你就买吧 好在 事情迎来了转机 画家让服务员把他的账单拿来 服务员把找他的硬币放到了盘子里 而画家决定 给服务员当小飞 查理趁着大家伙都没注意 就把自己的账单放进了盘子里 就这样 结账的风波过去了 分别钱 查理向胖子预支了一部分费用 接着他带着安娜来到了结婚登记处 他要用预支的钱 和安娜结婚 安娜虽然嘴上不要 但笑的比谁都开心 电影就连工作人员一副我都懂得眼神下 结束了 卓宾林被称为喜剧大师 不仅仅是因为他开创了喜剧的表现技巧 给我更多的感触是 在他饰演的小人物的悲剧里总是能让人感觉到希望 那么这就要这吧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 我可怎么说